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后大名双月年丸莫属了 因为除了样貌之外 没想到这个固执强大的男人 就连神态性格和打架样子 都和索隆一个虎样简直率爆 首先在漫画1023话和松汉豹五郎 有关索隆样子和剑招 都和双月年丸一模一样的对话 其实就基本是对 索隆就是年丸之子的官方认证 而至于索隆又如何是被年丸送到了 远在东海的双月村的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3217海贼王专题 我们就已经围绕更三郎的经历 详细的胡扯梳理了一番 不得不感叹伟田老师 真是一个伏笔狂魔 而回到漫画20多年前漫画第五话 索隆回忆他输给古依娜的情节 旁边的小伙伴也说到 二刀楼索隆输了的这个情节 其实也就是为了完成 和古依娜的诺言 成为三刀流剑客之前 索隆原本就是二刀流剑客的最早证明 而具体再来到漫画1024话 自称为不配拥有姓名的牛丸 为了不让大河饿死 而领头打出石洞的情节 我们也就可以明确看到 不管是双手拿刀放下准备战斗的架势 还是展开双臂 避开石块的动作 牛丸的背影也就完全是索隆的背影 也正是牛丸这个霸气的背影 刚八岁的大河在继光月玉田的处刑之后 又再次受到了来自河之国武士的鼓舞 以这一点来说 相比在接下来看到 和玉田可能一样的成年桃之咒 我反而是更加期待 大河能在未来第一次见到 样貌和动作都和那个某某 几乎一毛一样的双月索隆的情节 这想必就会成为 大河在未来必须要追随 草帽海贼团出海的又一大又阴 那么说到最后 在20年前究竟是谁能打败 和索隆一样帅爆的牛丸呢 以牛丸的强大来说 相信在当时也只有凯多和靖 能入选我们的考虑名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靖和索隆的大战之中 我们就能看到更多 有关双月牛丸的回忆 而更重要的胡扯 可能也就是 这个和索隆一样帅爆的男人 想必就依旧还存活于世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航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